Hello YouTube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爭議性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這個 Suri 很多香港人都很 struggle 究竟要不要搬來這裡 因為這裡的樓價或者租金 比其他地方 例如 Metro Town 、Richmond 都真的便宜不少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可能都覺得這裡的 repetition 關於治安 或者交通的方便程度 始終都沒有我剛才所說的區那麼好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這個區看看 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應該住在這裡 或者不應該住在這裡 我們立即就出發吧 走之前當然要先治好肚子 我們都隨便進了一間日本餐廳吃壽司 很意外地這間餐廳的裝潢也挺漂亮 也很新鮮 而且這個份量也非常大 而且很搞笑地 日本餐廳旁邊已經立即有一個發展商的銷售中心 所以說到 Suri Central 給我的感覺就好像一個會發展得很快的城市 我們不說太多了 馬上吃飯吧 好了 我們剛剛吃完飯了 我們就來到這個 Central City 的 Shopping Mall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個 Shopping Mall呢 大家看看我頭殼頂的 Skytrain 路軌就會知道了 如果你住在 Suri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住在高樓大廈附近 都會來這個 Shopping Mall 比較多 因為就是在這個 Skytrain 站的旁邊 因為這個 Shopping Mall 都非常大 有這個日用餐廳 例如有Walmart 有看到後面有飲茶的地方 如果大家住在 Suri的話 我都會覺得這個 Mall 是大家應該會來得最多的 Mall 我們就進去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一進來這個 Shopping Mall 就會看到其實環境都不是太差 看上去就應該有翻新過 附近呢 都有一些椅子 圓泥 擺設 都蠻新鮮的 也有些 Autoplan 保險 電信公司 咖啡店 賣咖啡 看上去都蠻光碼 蠻新鮮的 也有些木系的裝飾 來到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 左邊是會有一個大通話 一個比較多華人會去的超市 再轉過來 當然有這個 My Lotto Mask 的地方 就有這間店 叫Protato Con 其實這間店是香港都有的 其實是一間菲律賓的賣薯條公司 有點像麥當勞那些 Shake Shake薯條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我們也吃過都蠻好吃的 再直行就有好像一元店的地方 賣一些雜物 家品 再直行就會看到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Walmart 都是其中之一間我們會用得最多的一間 Gothrys 在那裡也有 旁邊也會有些 Law Firm 弄指甲 還有賣眼鏡的地方 其實這個Mall的環境都蠻漂亮的 因為可能是Renovey 上面的天窗 還有一些Display 都很Modern 很英俊 所以一點都不差 在Walmart旁邊就看到這間酒樓 其實我們在外面都看到了 就是這間黃亭海鮮酒家 這間應該跟Branwood那間一樣 都有一個米芝蓮推介 我們現在就坐扶手電梯上去一樓的地方 其實商場的設計 還有裝飾都蠻新的 比起我們家附近的Loki Shopping Center 真的差很遠 這裡的Shopping Mall這麼漂亮 我想其實跟人口都有關係 因為Suri是一個非常大的城市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在整個Metro Vancouver Area Suri是算第二大的城市 人口是第二多 那些人經常都說Suri 其實Suri的面積是非常大的 我們身處的位置就是Sancho Suri 有其他地方 例如South Suri 就好像整個Environment 就好像一個退休城市 有些像White Rock那邊 所以Suri都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地區 這個城市當然有好的區 還有不好的區 所以我們很難很老痛地說Suri是一個危險的城市 因為它的區實在太大了 例如你整個香港這麼大 你都有好的區、不好的區 有中環、有之望、有元朗 所以就很難說香港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裡附近的一條街就叫Wally 在10年甚至20年之前 是屬於一個危險的街 今天有很多醉酒老好的搞事 又有些毒品交易 但是因為現在 大家都看到那條街附近 都建了一些高樓大廈 一些新的condo 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比較Yarn 很多Emicron會過來住 所以這條街就漸漸變化成 現在我們這裡附近 所以已經變得不是那麼危險 其實已經是 城市的變化也很大 Suri都有些危險的區域 例如很多人都會說 Newton那邊都是比較危險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是給我的感覺 剛剛來到Suri 就這樣對比一下 如果叫我對比 例如Francouver East Hastings那邊 我覺得這裡其實安全很多 感覺上都沒有說來到 好像周身不聚錯 覺得很危險的感覺 這個是我個人的感覺 Shopping Mall裡面 很多人都很Chill 在這裡吃一下東西 喝一下東西 在這裡逛街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老實說 我覺得是 一個都很舒服的community 還有呢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大家看到上面這個位置 這個Shopping Mall上面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間學校來的 就是SFU的一個 Suri的一個campus 所以平時可能有些學生 會在這裡上課 這也是一個挺特別的 一個起商場方式 駭給一個商場 上面的一個學校 可能我們香港真的比較少見 所以感覺上 好像旁邊這裡 又有DQ 賣東西吃的地方 有一個Food Court 所以我覺得其實 沒有什麼很特別 老實說 這裡是 即是不危險 自己的感覺 也值得提一提 因為Suri是一個 比較多印度人 或者是南亞人 居住的地方 像Richmond 有很多華人 會聚居 Suri 就比較多 可能印度 或者是其他 南亞地方的人 比較多 這個也是一個 demographic 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 還有呢 有一件事 為什麼 人們會說 你說到Suri 好像沒什麼 為什麼這裡的樓價 會比較便宜 就是在交通方面的程度 其實這裡的確是有Skytrain 也挺方便 但是問題是 首先第一 車費比較貴一點 因為這裡是屬於Zone Free 所以車費一定會貴一點 第二 遇到惡劣天氣的話 就比較麻煩 例如下雪 下大雨 這裡 Skytrain過橋 那條橋 經常會出問題 這樣就搞到Skytrain要停駛了 所以如果你要上班上學 或者是下班上學 你就比較站在這裡 因為我們就回不了家 那這個呢 都是其中一個Hiccups 那好啦 現在我們都進去Suri Central 的Food Court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那一進到這個門口 就是這個 Dolui的Booster Juice 和A&W 都很Standard 咦 這裡有一間好像吃壽司 吃便當的東西 有一間Go Grill 就好像吃那些 Teriyaki Chicken 這些什麼 又有這間 滿洲鑊 有觀眾提醒我 這個鬼佬的三送飯 那這間就吃這個Filly's Cheese Steak 吃些好像Sandwich 那樣的東西 這間就比較少見一點 又有這個 吃Pizza的地方 又有吃Taco Burrito 啊 這裡又有KFC 還有Subway 所以其實吃東西的選擇 都好像比其他模特兒 都多一點 好像都是 對面就有些Pokeball Subway 那樣的地方 位置都好像挺多 這裡 因為這次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Suri 我不知道這個晚上的情況是怎樣 那給我感覺 北美 無論是美國和加拿大 避開危險的方法 通常有兩種 第一 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有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 例如有巴士站 Skytrain 站 地鐵站之類的地方 通常都會比較多人聚集 那麼多人就會多聚案 第二 就是不要晚上一個人在街上走 那一個晚上 你只有你一個人 那人想搶東西 那些都會找你下手 那所以大家就注意這件事 那但是日後呢 我現在在Suri 在那個mall 外面走 呢 感覺其實都很正常 附近有很多新的condo 有個SFU的學校 在那裡 Skytrain 站附近 感覺就不到有些很奇怪的人 那可能一兩個 可能Homeless那些 就是無家者 但是呢 整體上呢 都不覺得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所以 都算是安全 以我的感覺 那好吧 我們剛才也走了 Suri Central 這個區 一會兒 給我的感覺 其實好像沒有上網的人說到 那麼危險 但始終 我們都是留在這個區 幾個小時吃頓飯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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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給大家聽 其實Suri這個區 究竟是危險 還是不危險 但是 暫時 給我的感覺 這個環境 都挺舒適的 因為在學校附近 也在商場裡的 mall 都挺新的 人流來說 的確是沒有華人那麼多的 我也想看看 有沒有觀眾 住在Suri Central這個區 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住的環境 的感受 告訴我們 究竟你有否喜歡這個區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去 其他不同的地方 拜拜